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打实况足球2017的亚冠杯 今天咱们还是一场小组赛 是广州恒大主场对战CNFC 上一场咱们在客场是2比0战胜了CNFC 今天在主场咱们给他来个最低消费 好咱们马上开始 虽然我的PS4有点慢 我看这写什么 NL2加上下键可以切换战术 这种高级的操作我还不太会 一点点学 我毕竟刚玩这个游戏一星期不到 现在他这个不是天国体场 这是Estadio 这马还带着队长的秀标 他的秀标一般都是给能力值最高的人 好咱们试试 这马不要输上 江林鹏 黄波文 这马 正龙上去了 正龙 还有 没有了 角球吧 高拉特这脚应该是射能不应该传球 摁错了 这个手柄摁连了 连续摁的插件 咱们试试角球 正龙咱们跑这发角球了 没有了 黄波文 黄波文画的这个一点都不像 这个脸 黄波文 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感觉 就说正面看着红波文的时候 感觉他这个眼睛好像有点问题 是近视吗 不说了 高拉特 OK 虽然没近 但是我感觉开场以后 我的这个团队的士气非常的高涨 宝利尼奥 宝利尼奥的投球能力一般 高拉特 宝利尼奥 黄波文 这张林鹏上来了 宝利尼奥 这手应该传小高球 张林鹏 这一码 没了没了没了 这脚应该是传这个正龙的脚下才好 OK 这一码 高拉特 这脚有点急了 不过我感觉高拉特就算我加速的话 应该冲不进去才对 所以我就打了一脚 好咱们再来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得吃不得分 完全把它压住了 4231一般不是那种压迫式打法 又不是433吗对不对 OK 这码枪 张枪 断 正龙上去了 追打 对方的门剑还是不错 是脚球 黄宝文 保利尼奥 这是张林鹏 我以为保利尼奥了 这个位置 保利尼奥打一脚远射多棒 这个位置应该出现保利尼奥才对 没方 没方漏人了 还好张林鹏在 没 冲销停 这码 郑志去补这个 正龙的位了 哇 李学鹏一下被人打了身后 不好 没方 OK OK 曾诚不错 曾诚确实不错 非常的稳健 我觉得他应该是强于王打的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李学鹏 李学鹏好像这个球员没有这个配音 解说永远不喊他的名字 G马 OK OK G马真的是应该多给他机会 只要他不受伤的话 OK 一比零领先 天河消费啊 咱们最低消费啊 这个解说说 这脚射的是这个守护人根本够不到的位置 说的真的是太正确了 青岛啤酒 这个广告牌做的也不错啊 我刚注意到这个广告牌还有这个青岛啤酒啊 这么说这个应该是天药地区场 啊 没穿过去 高拉特 OK 天沙亭 天沙亭 正直 正龙 正龙好像也没有配音 来了高拉特 啊 黄伯温 黄伯温上满了 这脚球阿里说传这马更好啊 毕竟第一中锋啊 这中锋的话我觉得本泽马和机会啊 本泽马和斯塔雷斯都不错啊 嗯我现在买克拉夫里面的中锋是C罗嘛 所以C罗应该是打左边桶啊 他一般不是这个中锋的位置啊 CF不是CF的位置 啊 没有锻道 OK OK 黄伯温 我这黄伯温跟着孔雄婷老分不清啊 他都是F开头 这马 啊 打在门柱上 还有机会 啊 没有了 哇 他做的真真实啊 打门柱上的声音都听得非常的脆啊 不好 我得回传了 回传节 OK 回传节 回传节说的是谁吗 OK OK 啊 不好 又一个回传节 可不要再回传节啊 保利尼奥 正志 OK 正龙 李学峰要上去 李学峰赶紧回去 OK OK 高拉特 前场抢断 团技马 机会 啊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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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脚汤大啊 对方还手抛球发动进攻 胆子不小啊 我这是盯哪儿去了 这是谁干的 孙肖庭啊 没方 OK 两人不要让 黄柏文 咱不玩火啊 大家往前看 高拉特 保利尼奥 正志 大家的站位都非常的标准啊 不好 孙肖庭没有拿到 OK OK 这球还没有开远 高拉特没有体力了 OK 关键时刻还得看保利尼奥啊 OK 我觉得他做的真相啊 这个保利尼奥连跑步的姿势都非常的像真人啊 为什么中国球员就做的这么的不像呢 黄柏文 不能再带了 我应该走船才对 OK 上半场结束 总体感觉标准难度很适合我现在的水平啊 要真的玩专业难度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 好 马上咱们进入下半场 贝泽豪说 他说上半场 广州宏大进攻的很猛 如果能再得一点就更好了 这解说真的是有意思啊 说的其实是场上的情况 OK 李学鹏 高拉特 分边 啊 这脚封给正龙 正龙他脚底下干什么去了 还有 啊 没了没了 高拉特脚软了当时 这一码啊 西部箱打一脚 他没打上 没打上应该也应该能踢到他腿才对啊 郑治犯规 郑治就该犯规啊 人家老说这个郑治把那西赛腿给踢断了 不能这么说啊 郑治的他踢的位置就是这个犯规的位置 阻挡啊 犯规啊 铲球啊 这是他的职能啊 否则要后腰干什么呢 对不对 好那咱们再来啊 我觉得后腰俊呢是勇猛的这种类型啊 OK 机会 这一码 哇 还有 没有了没有了 这脚打不上力量了啊 他是被神强了 不是是往后打了 冯晓婷 中国队长 一定要把球断下啊 现在高家军的队长应该是冯晓婷是吧 郑治 倒立尿 高拉特 黄博文 传这码啊 这脚其实应该传这码啊 不应该传给郑龙 郑龙他现在脚体的偏软啊 他不是很有硬啊 他是白又软 高拉特 黄博文 黄博文的表现还是中规中矩啊 OK 郑治 郑治跑这来干嘛 你的后腰 没有机会啊 对方防守很严 根本进不去啊 李学鹏不好 李学鹏怎么上这来 冯晓婷 OK 郑治 这码 机会 高拉特 哇哦 这脚我应该按阿二键 精准射门才对啊 着急了啊 再来啊 天河消费 咱们至少得是给他来个3比0啊 巨马 达拉特 就这几个人啊 为什么不上阿兰 郑治 郑龙 有个名字是好啊 保利妙 黄博文 漂亮 高拉特 OK 哇 打进脚居然进了 高拉特 OK OK 看来进去那射门 就得阿二键啊 这脚我要是不认阿二键 估计又高射炮了 好 再来啊 咱们离消费还差 一个球 咱们把它消费掉啊 OK 黄博文 哇 对这码犯规了吧 居然没有 正龙 这码 高拉特 高拉特的意识真的是很棒啊 可这边怎么挤了三个人 正志 高拉特 没过去 没过去 张琳鹏 张琳鹏这个字我老看不清啊 黄博文 我只能说这是黄博文的位置 有可能是张琳鹏过来 对方 这倒脚倒得很惬意啊 OK 正龙 高拉特 高拉特又没血了 不 又没体力了啊 总是看着跟血条一样啊 机会 啊 正龙这脚穿高啊 还有机会 黄博文 进区内 进区内摔倒很像啊 这黄博文 这个摔得很像啊 OK 冯霄亭 冯霄亭也是中规中矩啊 冯霄亭 他没在这个韩国白练啊 冯霄亭也是在全北对吧 感觉我的这个球员们都是很积极啊 斯科拉底看来还是有一套战术啊 我现在踢这个麦库拉布 我的战术就没有这么好 我感觉啊 保利尼奥 高拉特 通过我踢啊 我真的感觉 这个高拉特 保利尼奥 还有这马 这三个能力确实出众 速度也快 而且这个力量也大 这马 哇 一个愉悦冲领 哇 这马真的是全能啊 希望不要受伤啊 哇 应该是对方犯规啊 OKOK 还是对方的队长犯规 少总啊 咱们打个战术啊 前两天我就靠这个战术 得了一分啊 踢这个麦库拉布的时候 张林鹏 这马 哇 不过 我感觉啊 这个2017 这个下底川中进球的几率很高 真的很高 是一个战术啊 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对不对 黄伯文 哎呀 没有拿到 没方 这马 哇 这个不叫犯规吗 叫犯规 OK 赶紧出球 传阵龙 保利尼 刚刚断了一下 我这又连了一下 不好意思 保利尼 机会 阵龙 OK 正龙居然进了一个 呵呵呵 3比0 最低消费哦 OK 我以后还要保持一个传统啊 咱们主场尽量是完成最低消费哦 保利尼 鞠躬 鞠躬至尾啊 我感觉保利尼要跟政治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两个人物啊 满场飞 OK 3比0 但是本场的最佳球星是这码啊 嗯 也是当之无愧 哦 普相 普相 普相0比3 输给了这个普和红宝石 这么说 这个小组我和普和应该是我们两个队能出现啊 OK OK 不知道出现之后对谁呢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我呢今后呢会持续更新我的亚冠杯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咱们在下个视频